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全台各地高温炎热 气象鼠脸书粉砖就发文提醒 周六是大台北还有花东地区最热的一天 局部高温可以达到36度以上 台北市的体感高温甚至还可以达到43度 而其他地区体感的高温落在37到39度 气象鼠预报员解释 因为在台湾附近吹的是西南风 加上梅雨封面远离台湾 不排除短时间都会呈现高温闷热的天气 周六一早台北户外又闷又热 路上行人撑伞戴着帽子避暑 气象鼠脸书粉砖发文提醒 周六是大台北花东最热的一天 局部高温可达36度以上 气象鼠预估周末两天 双北地区和台东体感高温都超过40度 其中台北地区体感高温可达43度 其他地区体感高温约落在37到39度 因为最近都是吹西南风 18号之后呢 因为太平洋高压牺牲来有沉降运动 未来短期之内都是属于高温而炎热的天气为主 气象鼠预估闷热的天气形态将维持两周 至少到六月底 脸书粉砖林老师气象站表示 封面还是下不来 受西南风影响 降雨状况较缓和 东南部地区则有焚风发生几率 而天气风险公司也发文提醒 梅雨封面略为北台 台湾上空水气减少 白天可能有短暂咒雨发生 外出要准备雨具 但下周三以后 太平洋高压又会略为增强 未来天气主要多云倒行 山车流亦午后震雨 而今年造成长时间降雨的典型梅雨封面 迟迟未报道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封面的位置呢 是在比较北边一点 今年五月份的这个降雨来看的话 的确是比气候值要稍微偏少一些 那六月的时候到目前为止呢 降雨也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未来天气依旧高温闷热 民众务必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近来房价高涨 帮助手购组买房的新清安优待政策 也成了众矢之地 IT政策衍生包租工 还有人头户等乱象 那么有专家担心 这波涨势恐怕还只是起点 因为境外资金回台专法 2019年上路 限制台商会回资金 五年内不得投资不动产 但是今年八月就要陆续借满了 这个热钱会不会流向房市 再带动一波涨幅也令人担忧 薪水低 物价高 房价更是涨到看不到车尾灯 不少民众大探政府打房打到哪 去年八月政府推出的新清安优待 帮助手购组买房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只要配偶未成年子女名下 皆无自由住宅 贷款额度最高一千万 利息补贴 贷款年限最高还可以贷四十年 另外还有五年宽限期 衍生包租工人头户等愣相 但专家点出房价高涨还有其他原因 我们确实从相关的数据也都可以看到 透过新清安买房的确实是这一次交易量的主力 第二个其实是跟央行长期地利率有关 房利合一岁的2.05年之内 他把它卖出去就要给个非常重的税 所以一方面需求是有些减少 但是搞不好攻击受到的影响更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房价当然是又居高不下 种种因素叠加导致房价掌声响起 而且这可能只是个起点 境外资金回台专法 2019年8月15号上路 5年内不得投资不动产 今年8月陆续借满 热钱会不会流向房市再带动一波涨幅 第一个是电价带动通膨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境外资金汇回专法 今年的8月15号之后 闭锁其就正式解禁 所以就判断说有可能或许又会再有一波涨势 相关政策欠以法动全身 该如何抑制过热的房市 考验政府的决策 为了活化横圈机场 屏东县政府跟航空公司合作 推出了空中游览活动 由空中把拉力支撑的双螺旋桨飞机 再乘客从空中俯瞰国境之难 连续三天的活动 总共有13个航班 117个名额 一开放报名就立刻秒杀 从3000尺的空中俯瞰横春半岛 就像是像在蔚蓝大海中的一颗 绿宝石 屏东县政府与航空公司合作 推出空中游览活动 开放游客搭乘 县长周春敏也来抢先体验 我带一个小时可以把横春半岛的美 净收眼底 而且我们还看到彩虹 飞机高度比较低 看得比较近 如果你坐外面飞机的话 就直接就出话 你会看不到比较低的机 搭载县长周春敏和游客的 就是这架意大利制造商发动机种P2012 因为俐落流线的外形又被誉为空中法拉利 是正式民航机 飞机时速每小时359公里 航程可达1760公里 它是目前的小型双引擎的飞机里面的 九人座里面最舒适的 你看它小归小 但是它里面的座位的空间 不输我们这个ATR G12的飞机 这个空中游览体验是从恒春机场出发 飞越恒春古池 南湾帆船石 鹅兰鼻灯塔 龙盘公园 风吹沙等等 全程共30分钟 我们其实是在前年就开始要开办了 那是因为天后的关系 还有一些鸟类的部分 然后刚刚好 在今年的部分 到现在天气都非常好 历经一波三折 总算有了这空中游览活动 连续三天13个航班 117个名额开放体验就秒杀 让来访的游客 可以从空中探索屏东之美 也能借此重新认识国境之难 志着苏世伟在屏东的采访不到 每年的6月14号俗称 清吻情人节 又称为Kiss Day 不少单身者也前往月老庙求姻缘 但日前在台中知名的月老店 一名30多岁的单身男子 跑去向月老直角求红线 结果一落地 其中一个脚消失在众人眼中 大家怎么找就是找不到 对此秘理专家表示 可能是直角的时候不专心 才会直到脚都不见了 单身男女们 虔诚地向月老祈求好姻缘 希望下个情人节 别再是孤家寡人 台中乐成功的月老店香火鼎盛 但日前却有信众 来直角却直到脚不见 我可以听到我好 暗示那段姻缘感情就不要了吧 一名30多岁成性单身男子 来到月老店直角求姻缘 没想到一个脚掉到脚上后 弹开就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 一度找不到 整件事流传到网络社团 不少网友惊呼 神明的指示很清楚 对此庙方也出面澄清 表示月老店只有七八平大 当下应该是谈到桌脚下 事后庙方人员有找到 对此民俗专家表示 直角要真诚 包含父母要求 陪朋友来或是对姻缘可有可无 诸如此类的心态 都不容易求到好结果 无论如何求神拜佛 除了心愿要讲清楚 态度也要够虔诚 才会心神则灵 这里从家民台中报道